今期相報圖說的主題是疫情期間的超額死亡情況 新冠疫情威脅還未完全離去 尤其現在的確診統計更加不全面 以致各地都無法準確地掌握疫情的動向 事實上 疫情導致多少人病逝 過往的統計也不完整 理由是存在著隱性患者 也有爭議死者究竟是死於新冠疫情 即die of covid 還是死的時候染有新冠 即die with covid 另外 也有人是間接因疫情而死的 所以 超額死亡的概念應運而新 透過比較疫情之前的正常基準 來探討疫情的真正災難程度 疫情之前 香港每年都有4萬多人死亡 而隨著人口老化 這幾年也平均增加2% 也就是說 如果沒有疫情的影響 基於2019年的死亡數字是49,000人 2020年的死亡人數理論上是50,000人 2021年是51,000人 2022年是52,000人 遺憾的是 疫情之下的頭兩年 全港分別有大約50,700人 和51,400人死亡 即是比正常推算多了700人和400人 而到了2022年 在Omicron的肆虐之下 更加多出了超過1萬人 上述比正常推算 所多出的大約1萬1,200人 比較官方統計 因確診而死亡的1萬3,000人少 所謂超壓死亡 是計算兩者的差額 以上數字即是反映兩者之間出現負數 負數說明了什麼呢? 其中一個解釋 是疫情雖然直接導致患者死亡 但是有不少人 就因安全和衛生意識提高 例如戴多了口罩來避免死亡 而另外 死亡的時候染有新冠 也會推高官方確診死亡人數 至於人口減少 就因降幅比較小 所以影響不大 值得留意的是 2020年至2021年間 正常推算下所額外多出的大約1萬1,000人死亡 反而遠少於官方確診死亡的213天 即是超壓死亡出現正數 除了確診數字被低估之外 即是有患者確診了而不自知 又或者沒有去情報 另一重大理由 是醫療服務被疫情制對 以致其他市民無法如常接受治療而離世 其實世衛早前也要研究 疫情超壓死亡情況 但是後來就沒有跟進了 其他機構也有這樣的情況 究竟香港的超壓死亡 和其他地方比較是多還是少呢? 透除人口老化因素 香港2020至2022年 比較疫情前的正常基準 是多了大約1萬1,000人死亡 三年來即是多出了兩成左右 和其他地方比較 香港這個數字是相對較少的 包括錄得負數的超壓死亡 即是實際死亡人數 比官方確診死亡人數低 和正常基準推算比較 美國就多出了超過130萬人死亡 比率計是45% 而英國也多出了超過20萬人 比率是40% 亞洲的數字相對較少 韓國和新加坡就分別多出了25% 而日本就只是多了一成 這個作為全世界人口老化最嚴重的地方之一 日本在2020年的死亡人數 還不增反減 其中美國和英國三年疫情的死亡人數 都是顯著高於疫情之前 2020年和2021年就分別高出了一致量性 到2022年雖然回落了 但仍然是多出了一成左右 反觀亞洲第一年的死亡人數分別不大 到第二年 疫情的影響就開始慢慢浮現 而去到第三年 就因為不敵Omicron疫情 以至到死亡人數比正常推算 明顯多出了一量性 換而言之 群體免疫的確是令到英國和美國 更好地適應Omicron疫情 但代價是初期死得人多 而Omicron的毒性雖然較弱 但因為傳染性較高 後期也最終令到亞洲失守 並帶來大量死亡 超壓死亡方面 美國官方確診死亡人數 是接近116萬人 而當地的實際死亡人數 就多出了18萬人 英國官方確診死亡人數是20萬人 數字是略低於實際死亡人數 但單單針對2022年來說 就錄得大約15%的超壓死亡 也就是說 美國疫情期間確診死亡人數 或者出現了低估的情況 英國就在去年 全面與病毒共存之後 也出現同一個問題 亞洲方面 日本、韓國的超壓死亡 也比官方統計高出一倍 而新加坡官方所錄 大約1700人確診死亡 更是遠遠地低過正常推算所得 壓內的大約6100人死亡 而新加坡工夫 則是金黃毓